我们原浆是属于书学 但是我们再转变成造学 我们自己搞麻醉的 但是不要把自己麻醉掉 还是有点想家的 真的是想 我叫王铁 我来自江苏昆山 是江苏原浆团的医疗队的队员 我的专业是麻醉转业 我原浆是从2020年的3月29号到这边开始 麻醉科就是有手术的时候 就像上站长似的 你马上就冲上去 但是没有手术的时候 人真的是一种状态 就是很放松地坐在那里 麻醉医生已经忙得要跳脚了 说明这个可能情况很紧急 麻醉专业不能说是神秘 只是因为缺少展示 或者缺少别人来了解 一个医院里面就是同行之间 哪怕有的科室 因为他的专业跟麻醉科交流不多 我们可能互相都接触得少 只有是说很多有手术的科室 他跟麻醉科接触得多 他才可能了解麻醉科 第一个就是比较挑战性的 是一个99岁的一个维族老人 他呢就是那个胆能结石 所以就是饮食和环境的因素 他这边胆能结石 发生率比内地要高 整体来说其实是一个肠肺手术 但是就是这个99岁这个人啊 我们讲就像一个老房子似的 他的身体就是惊奇风吹欲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研究这个病人 到底能不能做手术 就是要过第一关就是麻醉关 我考虑了一下 我说我觉得有把握把他做下来 你要给他怎么运药 用多少药 减量减到多少 那个真的是只能说是凭经验 或者是心理 所以应该运药一定要精准 然后这个病人手术也是蛮好的 然后我们麻醉也比较平稳 做麻醉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要有责任心 如果你做麻醉没有责任心的话 就是说盲人在一个悬崖上走路 你又随时有可能掉下去 本来我们这一批是一年半 然后结束之前呢 我又申请就是说再留一年半 这个比较直接的原因 就是我们昆山原江工作有一个叫石代图的工程 然后我石代图的时候 我有两个维族的学生 我刚来原江的时候呢 他们毕业参加工作 我们内地的归陪已经很普及和推广了 但是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参加归陪 然后我原江一年半第一期的时候 我带他们 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他们还没有很成熟很稳定 我心里是我自己再花个一年半的时间 陪他们成长 然后让他们比较成熟稳定 如果他们就是说能通过我这三年的原江 能形成自己一个非常成熟稳定的技术水平之后 他们可以给阿图石麻醉专业 能带来至少十年到二十年的 比较稳定的麻醉的技术水平 我们一个目的就是打造一只带不走的原江医疗队 我们原江是属于书学 但是我们才转变成造学 上班呀 上班 哎 妹妹 哎呀 差点屋子 射中我了 我有两个女儿 我大女儿和小女儿 然后我原江的时候是 我小女儿刚上幼儿园 所以我原江这三年 就是她的幼儿园基本上我都错过了 这次来探亲的时候 她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爸爸她说我长大了又原来原江 我当时就是很突然 很意外 我说你干嘛要原江 我说爸爸在这边帮忙就可以了 他说我长大了过来帮忙 说可能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年原江 等到我女儿长大的时候 这边可能已经不需要 不需要再来原住了 这边已经可以发展出了 2021年的是一个荣誉 叫争作吴灯云市原江干母亲戚人才 然后我也学行了解吴灯云那个人物事迹 六七十年代到这边扎根 原江大概都有五六十年这个样子 而且她虽然现在退休了 但是她还在发挥娱乐 我或者这个荣誉称号之后 我觉得我身上的蛋子更重了 这边的病人和家族很朴实 他们不会给医生出什么难题 也不会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他们反而更好沟通 更相信 这样后就是我们在做医疗工作的时候 我们反而更大胆 更敢去为病人做一些事情 从一个职业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现在我做一个医生 我找到了那种认同感和那种光荣感 我们来原江 就是哪怕说是吃点苦 但是我们吃这点苦 跟他们比起来 真的是不值得一提 他们本地人热情 淳朴 吃苦难忘 所以我们来了之后就是说 虽然是有奉险 但是心甘情愿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